最近一位在空军飞行部队当计物兵的网友发私信说 他发现歼10战斗机的腰部明显内傲 经询问得知这是按面积率设计的风腰机身 据说能降低阻力 这具体是什么原理却一直没搞清楚 其实面积率诞生至今已有70年 在上世纪50年代初 研究超音速飞机的首要障碍是飞机接近音速时 会强烈压缩前方的空气形成激波 并产生很大的激波阻力而难以继续加速 那时就有人提出 飞机在零升力状态下承受的激波阻力 和横接面积沿纵轴分布的二阶导数的平方成正比 你听听这哪是人说的话 其实它的意思是飞机的波阻 和横接面积处处相等的当量旋程体是近似相等的 而研究旋程体可要比研究飞机简单得多 既然如此我们就来制作该机的当量旋程体 为此我们要去一个生猪屠宰作坊 这里有一种杀猪工具 会让老母猪在不知不觉中被切成无数薄片 于是我们用此工具将飞机也从前到后切片 并绘制出横接面积沿纵轴分布的曲线 然后按曲线制作出了横接面积处处相等的当量旋程体 看到这个旋程体的外形 我们大失所望 因为上世纪40年代 西亚斯和哈克两个人通过数学推导发现 旋程体在给定长度和体积时 这种缩字形才是跨音速激波阻力系数最小的 称为西亚斯-哈克旋程体 只有让飞机的当量旋程体 外形尽量接近西亚斯-哈克旋程体 跨音速阻力系数才能减小 但理想旋程体的横接面积曲线 比该机的曲线要平滑很多 经检查发现 原来是飞机的肚子和机翼叠加 导致局部横接面积过大 使曲线明显上突 所以只能给肚子减肥 减掉大肚男的飞机 就变成了蜂腰机身 这下横接面积的曲线变得更加平缓 并接近理想曲线 从而显著抑制了跨音速阻力 于是把这种修行减阻的方法 称为跨音速面积率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 当飞机超过音速时 面积分布曲线上的点 就不再表示飞机的横接面积 而是代表纵轴张卫点的 后马赫锥和飞机的斜迁面积 这里说的马赫锥 是指气流被微小物体扰动 会产生以音速传播的微弱球面 马赫锥 如果气流大于音速 则锥的正面就会相对于扰动员后退 使无数球面组成圆锥状包落面 于是以发现者名字命名为马赫锥 而锥面的半顶角称为马赫角 该角度的正切值如公式所示 可见来流速度为1马赫时 马赫角是90度 所以马赫锥是个圆盘 与飞机的斜迁面积 就是跨音速面积率所使用的机身横接面积 而超过音速后 马赫数增大会导致马赫角减小 马赫锥与飞机的斜迁面积就会变化 使面积分布区限改变 因此想让飞机的当量旋程体 与西亚斯-哈克旋程体外形接近 就只能对选定马赫数下的马赫锥 斜迁面积分布区限进行优化 从而减少该速度下的激波阻力系数 这被称为超音速面积率 美国的YF-23战斗机就是超音速面积率优化的典范 它的优化目标是降低1.5马赫飞行时的波阻系数 同样以西亚斯-哈克旋程体的面积分布区限作为参考 在迎面来流马赫数为1时 该机的横接面积分布区限变化比较突兀 与参考区限形成较大偏差 因此跨音速时 急波阻力系数相对较大 但在1.5马赫下 机身纵轴张位点的后马赫锥 半顶角是41.8度 与机体斜切面积的分布区限 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 竟然神奇的和参考区限基本吻合 这使得该机1.5马赫的激波阻力系数显著降低 YF-23虽然功败垂成 但它的设计让我们认识到 一个杀猪作坊绝不能止步于只会竖着切片 而是要以客户的要求为优化目标 根据超音速面积率切出圆坠面的肉片